大家好,我是梁老師,也是兒童地方字的作者 很多人問我什麼叫STEM? 其實STEM就是我們日常生活 好像在我身後的天空或者海洋 你會看到天空,會看到飛機,會看到直升機 我們看到海洋的時候,自然會看到有輪船經過 所以其實STEM在我們身邊每一個地方存在著 所以我建議大家現在可以放下你的手機 觀察一下你身邊,你自然找很多STEM的例子 其實原來這些例子也是跟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歷史有關係 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一本兒童地方字的書 而份兒童地方字包含了很多香港的歷史 亦有很多STEM的元素 歷史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的前人他們經歷過的事情 如果在英文來說History 意思是To know 我們要去知道之前的人發生什麼事 好像郵輪一樣 其實你知不知道香港以前都有造船的地方 那個是哪裡呢? 那個就是在茶果嶺 在茶果嶺裡面會有人造很多船 其實船最初是用什麼做的? 就是用木頭去製造 木頭如何量度長度 甚至乎做到一個彎形的時候 究竟多大的船 才能載到多少東西呢? 全部都是STEM我們用計算出來的 我們看到飛機就想起飛機場 現在飛機場在哪裡? 就是在赤立角 但在很久很久之前在1997年前的時候 它就是在啟德現在的啟德新區裡面 在啟德裡面為什麼啟德的飛機場要搬呢? 就是因為它太近民居 然後就是因為它包括有一些沽染的問題 所以香港政府就希望決定 將啟德的飛機場搬去赤立角 所以一個飛機場要搬遷的時候 並不單止是它的容量那麼簡單 裡面當中包括還有很多的 可能空氣污染的問題 草陰的問題 所以我們去看很多歷史的問題的時候 裡面其實也是包含很多STEM的元素在裡面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可以多看一些 我們兒童地方節 自然就找到很多我們身邊的歷史 以及很多STEM的內容 就算了 告訴大家 電視我們ín詞 然後再給大家些位置 難聽不及 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